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于8月11日举行 需要选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400个名额中的344个 目前有348名参选人通过资格审查 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表示 年轻化专业化是这届参选人的两大特点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共348人报名 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12号公布和资格参选人名单 并表示全部348名参选人都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格审查 均符合拥护澳门基本法及效忠特区的参选资格 这届选委分四大界别共有400个名额 当中344个名额要通过选举确认 从整体看 第一界别工商和金融界共120个名额占比最大 在所有细分界别中大多数为等额选举 即有多少名额就有多少参选人 而第二界别教育界和第三界别劳工界则为差额选举 参选人数均超过原有名额两人出现竞争 今次参选的348个人士参选日里面有不少的 我就说叫做申闻孔 有超过120人是第一次参选的 以前有超过120人以前没有参选 其中另外的200多人就是以前曾经参选的 在年龄方面也都是绝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下的 宋明利还提到选管会共收到576个法人社团提交登记表 经核查核资格投票人有6200多人 超过上届的5700多人 有澳门社团表示 这次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 是行政长官选举法中强化爱国者之傲相关准则 完善选举资格审查机制后的首次 全澳门高度重视 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表示 这届登记选举的法人社团比网界的普及性和参与度更高 同时120个首次参选的选委占比超过三分一 体现了选委新老交替和传承的意义 新的选委当中也都看到 绝大部分是65岁以下的人士 也都体现到相关的选举年轻化的趋势 而且如果仔细去看一些名单 这120个新加入的人员当中 有不少是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 澳门正在发展一加四产业适度多元化 澳门共联总会副会长表示 下属工会和资格参选人来自各行各业 当中有部分也从事四大产业 那里面北伐刚才你提到的四大产业里面的雇员 包括前线的雇员也有 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士也有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管理层的代表都有 他还表示 劳工界等西分界别出现差额选举 充分彰显民主进步的精神 凤凰卫视张又人蔡小江和洪武澳门报道